大家好,我是夏威 谈到宜宏院首席大丫鬟 估计很多人会认为是习人 第26回宜宏院重丫头公认的 说习人哪怕她得十分呢 也不恼她,圆该的 说良心话谁敢比她呢 但是为什么秦文死后第77回 作者说宝玉是且去了第一等的人 然后又说习人知他心内别的还有可 都有秦文是第一等大事 这就是作者的写作方式 明写习人,暗写情文 明写女德,暗写真性情 习人情文之间是一场女教和人性的较量 风月宝剑要照反面 小说也要读反面 因此宜宏院表面上的首席丫鬟是习人 那是生活层面的 但是精神层面的首席丫鬟 当然是秦文 正像作者说的 秦文是第一等的人 所谓第一等是指精神高度而言 我们从下面两个小点来论证 首先是习人和秦文的争和不争 一百多年前的一个很重要的翻译家和评论家 哈斯堡 在评价宝钗的时候说 作者能把一个最坏的人写成 让别人觉得是最好的人 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虽然他对宝钗的评价过于严苛了 但对作者写作手法的感受 却是对的 作者似乎特别乐于看到读者被误导 对让读者猜谜这件事 他乐此不疲 表面上看 读者可能都觉得 秦文是恰恰要强 增强好胜的人 但这恰恰是作者给我们的一个错觉 在怡红院里拔高向上 一直都在争权夺利的人 是习人 秦文却几乎完全不争 我们先来举一个针线活的例子 来说明我这个观点 大家都会记得 习人在给宝玉做的针线活上下的功夫 但是他做这些有多少是出于对宝玉的真情 有多少是因为要买好卖乖 只要和秦文一比就知道了 古代女性的本质工作就是针纸纺织 不论丫头小姐都是要做的 因此针线活也是女人们 用来彰显能力结交朋友 还有送礼取悦的重要方式之一 第64回甲敬去世了 宝玉每天都在宁国府穿校 回到家中看到秦文方官 丫鬟们都在抓子儿迎瓜子玩 只有习人独自在房间里打一个掏子 宝玉就问他为什么 习人就说了 我见你戴着那个扇套 还是那年东府里容大奶奶去世的时候做的 那个青色的东西除族中还有亲友家中 夏天有丧事的时候才戴的 一年当中遇到一两回 平常又不犯着去做这个东西 如今那府里有事 这就是天天过去要戴的 所以我赶着另外做一个 等打完了这个截子给你换下那个旧的来 你虽然不讲究这个呀 要是叫老太太回来看见 又该说我们多懒 然后连你穿戴的东西都不惊心了 这里边又该说我们 说明以前因为这些事批评过他 原来他是最在意的 还是给贾母的印象分哈 被宝钗称赞是好先亮活计的那个宝玉 睡觉穿的兜度 则是要讨宝玉喜欢的 宝玉的针线活 习人有时也是一个人坐不过来啊 就要要求别人去坐 他求过的人呢 有香芸待玉宝钗 香芸忙不过来 做的活粗糙 他嫌不好 就不用做了 待玉身体不好 贾母不让他多劳动 那么习人嘴上就有很多的讥讽和抱怨了 却也不敢相求啊 最后是宝钗主动请婴 要求帮助习人做宝玉的针线活 习人和宝钗两个人就因此更加亲近了 但有一个细节我们都忽略了 习人也求过秦文的 却被秦文一直拒绝 这个细节仔细想起来是很有意思的 几位小姐都愿意做的事情 一个丫鬟却怎么求都不做 第62回宝玉庆生的时候呢 秦文和习人为一件事有一个小对话啊 秦文说 唯有我是第一个要去的 我是又懒又笨 性子又不好又没用 然后习人就笑着说 躺货那孔雀挂子再烧了窟窿 你去了谁会补呢 你倒别和我拿三撇四的 我烦你做个什么 把你懒得横针不粘 竖线不动 一般也不是我的私活烦你啊 横竖都是他的 你就不肯管了哈 怎么我去了几天你病得七死八活的 一夜连命也不顾就给他做了出来呢 这又是什么缘故啊 有研究者写过一篇文章 题目叫王妇人为何不认识秦文 这个问题问的好呀 的确就像24回啊 宝玉问小红 你既然是这屋里的 我怎么不认得呢 小红回答说 眼见的事一点不做 哪里认得 这句话也该秦文说了哈 第74回 王妇人见秦文的时候 秦文说 至于宝玉的饮食起坐 上一层有老老奶奶 老妈妈们 下一层有席人 摄月 邱文几个人 我闲着还要做老太太屋里的针线 所以宝玉的事 竟不留心 主子们看得见的活 一点都不做 连席人让他帮忙 做宝玉的针线活的请求 也从来都不答应 秦文是压根就没有争名夺利的念头 更不想在人面前去显摆夸耀 或者有意讨好谁 相反 第31回 习人被宝玉踢吐血之后 心里想 少年吐血 年月不保 纵然命长 终是废人了 想起此言 不觉将素日想着 后来争容夸耀之心 尽结灰了 眼中不觉 滴下泪来 习人是满心都是 争容夸耀的念头 巴结身边一切 有权得适者 躺在床上 装睡勾引宝玉来逗她 被宝玉的奶妈 一语道破 说她装胡妹子 红宝玉 她也不像鸳鸯那样 强烈的排斥 遗娘这个身份 不仅如此 连带玉也时不时的 和她开玩笑 就是以扫呼之 可见啊 小说中的名眼人都知道 她想当遗奶 这种强烈的愿望 秦文呢 却正好相反 第31回 宝玉在秦文 把扇子跌坏的时候 说 明日你自己当家立士 难道也这么 顾前不顾后的 宝玉没具体考虑 秦文成为她什么人 而是说 秦文以后 肯定是要嫁出去的 秦文自己 也没有想过 所以她垂死的时候 对宝玉说 今日既已担了虚名 而且临死 不是我说一句后悔的话 早知如此 我当时也另有个道理了 她从没想过 争到死才明白过来 不争的结果呢 只有一词 她拒绝做宝玉的针线活 只不过 就是没有想利用做针线 来讨好谁 她也不是懒 因为她还要做 贾母的针线活 但是呢 慢慢没有想到 习人对她的评价 这个懒 而王夫人 秦文的理由之一 正好就是懒 第78回 王夫人对贾母说 宝玉屋里有个情文 那个丫头也大了 也懒 所以呢 我就赶着她下去了 王夫人评价 情文的话 和习人说到的话 完全一样 但是我们都知道 她却能在宝玉 最着急 最需要的时候 在自己病逝 最重的时候 一片真情 为宝玉 连夜补雀金球 作者直赞她是 永情文 她给宝玉做针线 完全是一种 真情实感的流露 不仅不为了 讨好取悦 居然还像平时一样 对不小心 把衣服 烧了个洞的宝玉 直接直言不讳的挖苦 说 拿来我瞧瞧吧 没这个夫妻穿就罢了 这回子又着急 要是换了个主子 早恼了 宝玉却马上笑着说 这话说的倒是 在被孔子骂为 得知贼的 乡院小人们眼中 他们就是一端 都是些有性情 高尚情操的人 他们不用争 秦文的高洁和真实 自然 就是宝玉心中的 首席丫鬟 像我们再从 秦文和习人 对宝玉的劝谏上 来分析他们的思想 习人呢 是《红楼梦》当中 对宝玉归欠 最多的人了 他白天劝 晚上劝 可以说 想尽了一切办法劝 包括李嬷嬷说的 用狐妹子 红宝玉的方式 吹枕边风来劝 很奇怪的是 为什么 湘云宝钗劝他一次 他立刻就生气 拿起脚来就走了 但是对习人 如此百般劝谏 却依然能够忍耐呢 是不是因为 他太看重习人了呢 这可以用王夫人的话 来解释 就很清楚了 第36回 当王夫人 要按照营养的奋力 给习人 发月钱的时候 凤姐就说 既然这么样呢 就开了脸 明明放他在屋里 好不好 王夫人就说 那就不好了 宝玉见习人是个丫头 虽然有放纵的事情 倒能听他的劝 如今做了跟前人 那习人该劝他的 也不敢十分劝了 贾府的规矩 主子不好了 做奴才的 尤其是身边跟随的奴才 都有劝贱的责任 林志孝家的排场教育 宝玉 宝玉就只能 懦懦的听着 第七十三回 邢夫人也对迎春说 你不好了 如母原该说 所以宝玉可以容忍 习人不断的挽缘劝卷 但这不代表 习人真心为宝玉 真心爱宝玉 他是希望宝玉以后 能够升官发财 给他带来足以 夸耀的幸福生活 所以第三十六回 当宝玉说 就算我不好了 你回了太太 竟去了 叫别人听见 说我不好 你去了也没意思呀 习人就说了 有什么没意思的 难道你做了强盗贼 我也跟着吧 后四十回当中 宝玉曾经说 他们这些人 是重欲不重人的 习人和宝钗之流 为何在宝玉心中 与国贼路鬼的男人一样呢 就是因为他们心心念念 就是拔高向上 争强夸耀 又因为古代女性 只能富贵欺荣 丈夫有了地位呢 他才可能享受荣华富贵 一旦宝玉不好了 像习人这样的人 就当然不会愿意再跟着他 因为他并非是喜欢宝玉这个人啊 而是要他可能为他带来的荣华富贵了 他把宝玉当成了他的事业 男人就是女人全部的事业和政治 这是男性中心制度下产生的怪现象之一 但秦文却与之有鲜明的对照 第七十三回 赵玉娘屋里的丫鬟小雀 偷偷告诉宝玉说 赵玉娘和老爷说宝玉来着 让宝玉当心第二天 老爷问他话 于是呢 宝玉就连夜理书啊 焦躁万分 这个时候有人嚷着就说 有人从墙上跳下来了 然后作者这里边写秦文的做法 是 秦文呢 因见宝玉读书太苦恼了 劳费了一夜的神思啊 明日也未必妥的 心下就想替宝玉出个主意 后来拖难 忽然呢 就碰到这么一惊 便想了这个主意 然后他就对着宝玉说 说趁这个机会 你快装病 只说是吓着了 这句话呢 郑重了宝玉的心怀 因此就叫上夜的人来 打了灯笼 各处搜寻 并没有什么痕迹啊 都说 小姑娘们想是睡花了眼了 风摇着树枝认错了人 秦文就说 你们查的不严 怕单不是 还拿这话来知悟 刚才并不是一个人看见的 宝玉和我们出去 大家亲见的 如今呢 宝玉吓得颜色都变了 满身发热 我这回子还要到上房 去取安神丸呢 太太问起来 是要回明白的 难道就这么罢了不成 众人听了吓得不敢作声了 只得各处去找 秦文和邱文两个人啊 果然去要要 故意闹得众人都知道 宝玉受了惊吓 下病了 先不管宝玉 会不会因为秦文 这么不规劝他 反而纵容的结果 而丧失前途 我们且看 秦文带宝玉 这一片赤诚和真情 其实我们都知道 即便在那么多人的规劝下 宝玉最终 依然不以仕途为念 秦文才不在乎 宝玉将来 能不能为官作载 能不能为自己争来荣耀和富贵 他就是很单纯的觉得 宝玉受了折磨 他不想看他受罪难过 第三十六回作者说 或如宝钗之辈啊 有时见机劝解 反生起气来 只说 好好的一个清静洁白的女儿 也学得孤名钓鱼 入了国贼路鬼之流 这总是前人无故声势 力言述词 原为倒后世的 虚没着物的 不想我生不幸啊 这个在归秀 归格当中 阎然此风 真真是有负天地 钟灵玉秀之德了 独有黛玉 自幼不曾劝他去 立身扬名 所以深进黛玉 说秦文是黛玉的影子 这一点 也是提中应有之意 也就是说秦文不劝他 宝玉黛玉 秦文都是贾雨村 所说的 正邪两路之外的 第三类怪诞之人 其实并非他们荒诞 而是反儒家正统思想的 相怨之人 比比皆是 他们又有话语权 凡事都不以真情为念 而是利益当先 结果呢 反倒是将 这个宝玉黛玉秦文 这些原本保持了 赤子之心的人 看作是 行为偏僻性乖章的 异端了 这些人在大观园中 只能抱团取暖 彼此以彼此的存在为安慰 所以呢 秦文一旦死去 宝玉悲痛不已 三道三叹 在他心中 宝玉黛玉第一等的人去了 一篇富龙女儿蕾 名蕾情文 暗和黛玉 后文黛玉再一去 宝玉就生无可恋 无可再与言遮 丫鬟贵于小姐 大于小姐 所以说呢 情文是大观园的首席丫鬟 所谓的首席 最根本的标准 不是地位 是从审美 人性 人格 理想化的角度 来给人物的一个评价 这更说明 宝玉的民主性 和他骨子里的反封建 以前我们常说的 这个反科举 这些东西啊 只是形式上的东西 让宝玉来蔑视秦文 是他做不到的 但让他不去科举 倒是可能的 宝玉愿意服侍他 因为他是高贵的 是理想的 他和宝玉亲密无间 这种理想 深化了 《红楼梦》的女性主题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